21.莱斯维克老莫坊 过去的几年里,提奥大有长进 才23岁,他已是巴黎一个出色的画商 颇受他的同行和家人的尊重 他安熟社交上有关服饰、举止和谈吐方面的种种礼仪 他身穿做工精致的黑色外套 相昆着段子边的帆领在胸前八字展开 高高的硬领下细着一条领结挺大的白色领带 提奥也有着梵高家的饱满天亭 他的头发呈深褐色,五官清秀,几乎有些女性气 他的眼睛温柔沉静,下巴稍尖,脸庞椭圆形 十分俊美 提奥已在房门上,吃惊地望着温森特 他几小时前刚离开巴黎 在他公寓的房间里有惹人喜爱的路易 菲利普式的座椅 有洗脸盆、毛巾和肥皂 窗上挂着窗帘 地上铺着地毯 还有写字台和书架 以及柔和的灯光、月幕的壁纸 而温森特此时却躺在一张肮脏的光秃秃的床垫上 身上盖着一条旧毯子 墙壁和地板都是粗糙的木板定成的 室内仅有的家具是一张歪歪斜斜的桌子和一把椅子 温森特脸没洗、头没梳 粗硬的红胡子长了满脸满脖子 哦,提奥 温森特说 提奥急忙走过来 俯身床侧 温森特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了这个样子 没什么 我现在完全好了 我刚生过一场病 可是这 这 这破屋子 你肯定不住在这儿 这儿不是你的家吧 是我的家 这有什么关系 我一直把它作为一间画室用 哎,温森特 他用手抚摸着哥哥的头发 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你到这里来看我太好了 提奥 温森特 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 你是怎么得的病 得了什么病 温森特 把他的库里尔之行告诉了他 你是把自己累坏了 所以才病倒的 你回来后正经吃过东西了吗 是不是很注意保养 我 旷选拥 不过你吃的是什么呢 提奥环顾四周 哪里是你存放食物的地方 我怎么看不见啊 那些妇女每天给我带一点东西来 那是他们能省下来的面包 咖啡 一小块奶酪或者兔肉 可是温森特 你一定知道 光靠面包和咖啡 你的身体是不可能恢复的 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买些鸡蛋 蔬菜和肉呢 那些东西在博里那日 也是要用钱买的 这和别的地方 没有两样 提奥在床上坐下来 温森特 看在上帝的面上 饶恕我吧 我原先不知道 我不了解你的情况 行了兄弟 你已经尽了力 我快要好了 过不了几天 我就又可以起床下地活动了 提奥用手揉了一下眼睛 仿佛在把迷住眼睛的 蛛丝擦掉似的 不 我没想到 我以为你 我不知道 温森特 我真是不知道你的处境啊 哦 得了得了 没事了 巴黎的情况怎么样 你上哪儿去了 去埃顿了吗 提奥 猛地站起来 这座荒凉的小村镇里 有没有商店 这儿买得到东西吗 有 在山下瓦牡镇 有这样的地方 不过 还是把椅子拉过来 我要跟你谈谈 我的天 提奥将近两年没见了 提奥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哥哥的脸 说 首先 我要用在比利时能找得到的最好的食物把你填饱 你一直在挨饿 你一直在挨饿 这就是你的症结所在 然后 我得给你吃退烧药 再让你枕上一只软软的枕头 舒舒服服睡一觉 幸亏我来得及时 啊 哪怕我稍微知道一点 在我回来之前 你不要动 他跑出门去 文森特拾起铅笔 注视着那幅荒野上的火炉 继续临摹着 半小时后 提奥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两个男孩 他买了两条被单 一只枕头 一包吹具和餐具 还有一包食物 他把一条洁白的被单 给文森特铺在床上 让他躺下 又给他盖上一条 好了 你这炉子怎么生呢 他边问 边脱下他那件漂亮的外衣 卷起了袖子 那边有些纸和树枝 先把他们点着 再把煤放进去 提奥盯着那堆干石说 煤 你管这叫煤吗 这就是我们用的 来 我教给你怎么生活 他想要下床 可是提奥 抢先一步 跳到他跟前 躺下 傻子 他喊道 不许再动了 要不然 我就揍你 文森特 咧开嘴 笑了 这是他多少个月来 第一次开心的笑 他眼睛里的笑意 几乎把热病都赶跑了 提奥 把两个鸡蛋 放进一个新买的锅里 又把菜豆切碎 放进另一个锅里 他用第三个锅 把鲜牛奶热好 再把扁平的烤面包器 放到火上 烘烤白面包 文森特 注视着提奥 卷着袖子 围着炉子 团团转 又看到自己的弟弟 近在身边 这比任何食物 都更使他愉快 饭终于做好了 提奥把桌子拉到床边 从袋里取出一条 清洁的白毛巾 铺在桌上 把一大块黄油 放进菜豆里 剥开煮的嫩嫩的鸡蛋 放进盘子 拿起一把勺子 好了老兄 他说 张开嘴 这会儿 可要宝宝吃顿饭了 天知道 你有多久 没吃过宝饭了 哦 不要这样 提奥 文森特说 我自己能吃 提奥 盛了一勺鸡蛋 送到文森特嘴边 张开嘴 小伙子 不然我就把它 倒进你的眼睛里 文森特吃了饭 心满意足地把头 又靠到枕头上 食物的滋味真好 他说 我本来已经忘了 你不会很快再忘的 现在告诉我 提奥 把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告诉我 古比尔的情况如何 我急需要知道 外面世界的消息 那你只好再忍耐一会儿了 现在得先让你睡一觉 你得平静平静 让你肚子里的食物 消化一下 但是提奥 我不想睡觉 我要讲话 什么时候 我都可以睡 没有人征求你的意见 你得服从命令 乖乖地把这个喝下去 等你醒了 还有美味的肉排和土豆 等着你 吃了那些东西 你就有劲站起来了 文森特直睡到太阳落山 醒来之后觉得身上清爽了许多 提奥正坐在窗下 看文森特的画 文森特长时间地望着他 一声不出 内心一片安宁 提奥一看到他一醒来 马上满脸堆笑地跳起来 嘿 你现在感觉如何 好些了吗 你显然是睡着了 你觉得那些画稿怎么样 你喜欢他们吗 等我把肉排做好再说 土豆都削好皮了 就等着煮了 他料理好炉钱的事情 又把一盆温水端到床前 用我的刮脸刀还是用你的 文森特 不刮脸就不能吃肉排了吗 当然先生 不仅如此 不把你的脖子和耳朵洗净 不把头发梳整齐 也不能吃 No 把这条毛巾围在你下巴底下 他给文森特把脸刮净 彻底地给他洗了一下 梳了头 又把提包里装着的一件新内衣 给他穿上 天哪 他大声嚷着 退后几步打量着自己的作品 你这会儿看起来 才像樊高家的人了 提奥 快 肉排要烧糊了 提奥摆好桌子 把黄油烧土豆 一块厚厚的嫩肉排和牛奶 放到桌子上 哎呀 提奥 你没指望我把这一整块肉排都吃下去吧 当然不了 有半块是属于我的 好 开始吃吧 我们应当闭上眼睛 那么就可以想象 我们是在埃顿的家里了 饭后 提奥给文森特的烟斗里 装上他从巴黎带来的烟丝 抽吧 他说 我本不该让你抽烟 不过我想上等烟丝对你来讲 是利多于弊的 文森特满意地抽着烟 不时用发热的 微微有些潮的烟斗饼 在他那光满在他那光滑的面颈上擦擦 提奥的眼睛顺着唇边的烟斗上方 宁神望着前面 透过粗陡的木板墙 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 在布拉邦特度过的童年时代 文森特在他的心目中 一向是个鼎鼎重要的人物 比母亲或父亲都重要得多 有了文森特 他的童年才过得那样甜蜜美好 可是在巴黎的最近这一年 他却把这些都忘了 他以后再也不应当忘记了 没有文森特 他的生活不知怎么就显得不完整 他觉得他是文森特的一部分 文森特也是他的一部分 他们只要在一起 就总能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 而剩下他孤身一人时 不知怎么 这个世界就总使他感到迷惘 在一起 他们的生活就有意义 有目的 也就知道珍惜生活 孤身一人 他常常奇怪自己工作是为了什么 成功又有什么价值 要使他的生活充实完美 就必须得有文森特 而文森特需要他 则是因为文森特实际上还只是个孩子 文森特需要有人帮他摆脱当前的困境 使他重新站稳脚 他需要有人使他觉悟 他是在糟蹋自己 他也需要有人敦促他赶紧行动 重新恢复青春活力 文森特 他说 我打算让你在这一两天就恢复体力 然后就带你回埃顿家里去 文森特喷吐着烟雾 半天没吭声 他知道全部事情得讨论解决 不幸的是 他们除了争论 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好吧 他一定得让提奥明白过来 然后事情就都好办了 提奥 我回家去有什么好处呢 虽然我自己是不情愿的 但是我在家里 已经成了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 值得怀疑的人 起码是他们不相信的人 因此 我相信最明智的办法 莫过于远走他乡 那样 我对他们就是不存在的了 我是个爱动感情的人 什么傻事都干得出来 本来应当耐心等待的事 我却操之过急 情况既然如此 我是否该把自己视为 一个危险人物 一个无能的人呢 我并不这样认为 但是问题却在于 要设法把这些感情 用在有意的事情上 比如 我对绘画和书籍 就有一种难以遏制的热情 而且就像每天都要吃面包一样 我希望不断地自我教育 这一点 你肯定是可以理解的 我的确理解 Wincent 然而 在你这种年纪 欣赏图画和读书 只应当是一种消遣 他们和人生的主要职业 毫不相干 快五年了 你没有职业 时而想干这个 时而想干那个 而这期间 你一直在走下坡路 变得越来越堕落了 Wincent 往手上 倒了一些烟丝 在手心里 搓得潮乎乎的 然后 装进了烟斗 但是 却忘了点火 这是真的 他说 我有时候 自己挣面包 有时候 却靠朋友 发善心资助 确实 我已经失去了 多数人的信任 我的经济状况 糟糕得很 前途也十分暗淡 难道 那就一定是在堕落吗 Tia 我一定要沿着 我所选择的路 继续走下去 如果我不学习 也不再继续探索 那我就完了 你想告诉我什么呢 老伙计 可我要是听得懂 才怪呢 Wincent 用火柴点燃烟斗 吸了一口 我还记得那时候 他说 咱们一起在 莱斯维克的老墨坊 附近散步 当时咱们 对许多事情的看法 都是一致的 Wincent 但你的变化却那么大 这并不很正确 那个时候 我的生活 倒不像现在这样艰难 但就我观察事物 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而言 我却完全没有改变 因为是你 我才愿意相信 Tia 你千万不要以为 我是否认一切 我的确也有 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然而唯一让我不安的是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 有益于社会的人 难道我就一无可取 不能有任何作为了吗 Tia 站起来 费了半天劲 才点着那盏油灯 他倒了一杯牛奶 来 喝下去 我可不想让你 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的 文森特喝得太猛 几乎枪住了 他甚至等不及 把粘在唇上的奶皮 歇掉 就接着说下去 我们内心的思想 他们表露出来过吗 也许在我们的灵魂中 有一团烈火 但没有一个人前来取暖 过路人 只看见烟囱中 冒出的一缕青烟 便接着走自己的路去了 那么 听我说 应该怎么办呢 难道不应该守护着 心中的这团火 保持自己的热情 耐心等待着 有人前来取暖的时刻吗 提奥起身坐到床边 你知道 刚才我脑子里 闪过什么景象吗 他问 不知道 莱斯维克的老墨房 那是个可爱的古老墨房 不是吗 而且咱们的童年 也很可爱 是你 使我的童年 过得快乐 温森特 我最初的记忆 都是和你有关的 久久的沉默 温森特 我真希望你能明白 我那些责备你的话 并非出自我本心 那都是家里的意思 是他们 劝我来你这 看我能不能 使你回心转意 重返荷兰 找个工作 这些话都不错 提奥 他们的话 完全正确 他们不理解 我的动机 也不知道 眼前这一步 关系着我的终生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 如果我的社会地位 下降了 你的社会地位 反而上升 如果我失去了 他们的同情 你却得到了 他们的厚爱 那会使我 十分快乐 我是真心实意 这样说的 并且永远 不会改变 不过 如果你能 不把我 视为那种 最没出息的懒汉 我是会非常高兴的 咱们把那些话 都忘掉吧 尽管我整整一年 没有给你写信 可那是因为懒 而不是对你不满 我一直是信赖你的 而且从童年 咱们拉着手 走遍 松丹特绿草如荫的 高地时候起 我就毫无保留地 信任着你 如今 我的信任 丝毫未减 我需要的 只是到你身边来 弄清楚 你所做的一切 到头来 是正确的 就行了 文森特笑了 那是布拉邦特人 特有的 宽厚而满足的笑 你真好 提奥 提奥突然间 变成了实干家 韦温森特 咱们此时此地 就把整个事情定下来 通过你那些 让人难以理解的话 我怀疑有一件 你希望做的事情 那是一件你觉得 对你最合适不过 而且最终 会给你带来 幸福和成功的事情 那好 老伙计 你就说出来吧 古比尔公司 在这一年半 给我提过两次工资 我的钱 超出了我的需要 如今 要是你希望 做什么事 而在最初 又正好需要帮助 你就直接了当地 把你终于发现的 真正的终身事业 告诉我 然后 咱们可以建立 一种合作关系 你去经营 而我则提供经费 等到你有了 偿付的基础 你就可以把钱 连本带利都还给我 现在直说吧 你心里到底怎么打算的 你是不是早已确定了 今后一生 想要从事的事业了呢 文森特扫了一眼提傲 刚才在窗前 仔细看过的那一落画稿 一种由惊奇到怀疑 终致恍然大悟的笑容 在他脸上绽开 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嘴巴张开着 整个人犹如一株向日葵 在阳光下骤然 展开了花朵 哦 我真该死 他喃喃地说 那就是我一直努力 想要说的 可我过去却不知道 提傲的目光 随着他的视线 落在那些画稿上 我以前想到过 他说 文森特由于激动和喜悦 而全身颤抖 他仿佛突然间 从沉沉的梦境中醒来了 提傲 你在我明白之前就知道了 我不允许自己去想这件事 我是害怕呀 当然 我必须得做成一件事 这是我毕生的向往 而且 我从未发生过怀疑 我在阿姆斯特丹 和布鲁塞尔学习期间 就曾有一种要画 要把我所看到的东西 画在纸上的强烈 冲动 但我不许自己那么做 我担心那会干扰 我的真正的工作 我的真正的工作 我真糊涂 这些年来 有东西一直在拼命 从我身上冒出来 我却不让它出来 我把它挡回去 我现在呢 27岁 一事无成 我多么愚蠢 真是个糊涂 透顶的大傻瓜 没关系的 温森特 以你的经历和决心 是能够取得 比任何别的初学者 都要强一千倍的成就的 何况你面前的生活道路 还很长 不管怎么说 我还有十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 我是可以创作出 一些好作品的 当然你能了 而且 你愿意住在哪儿都行 巴黎 布鲁塞尔 阿姆斯特丹 或者海牙 全都可以 你自己挑吧 我会按月 寄给你生活费 即使你需要花费 许多年时间 我也不在乎 温森特 只要你不丧失信心 我也永远不会 提奥 在这些痛苦的日子里 我一直在努力寻求 试图发掘出 我生命的真正意义和目的 可是我竟不知道 就是这个 现在我可明白了 我永远不会再失去信心了 提奥 你懂得这意味着什么吗 在虚度了这许多岁月之后 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的能力 我准备做个艺术家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我必须得做 我之所以在别的工作上 一再失败 其原因就在于 我天生就不适合干那些事 现在 我可找到了这件 永远不会失败的工作 阿提奥 劳门总算打开了 你就是这个 来为我打开大门的人 任凭什么 都拆不散我们了 我们又在一起了 是不是 温森特 是啊 提奥 一辈子也不分开了 现在 你只管休息 养好身体 过几天 你好些了 我就带你回荷兰 或者巴黎 或者任何一个 你愿意去的地方 温森特 蹦地站 跳下床 一下子站到了小屋的中央 过几天 老天爷 他嚷道 咱们马上就走 九点钟 有一趟去布鲁塞尔的火车 他开始发疯似的急速穿衣服 不过温森特 你今晚还走不了路 你有病 有病 那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 感觉这么好过 走吧提奥 小伙子 咱们只要十分钟左右 就能走到火车站 把那些漂亮的白被单 塞进你的提包 咱们这就上路吧 咱们 个 pleasure 咱们 嗯 咱们